我們看第14題 它說如右圖所示 在固定鞋面上兩個物體 A跟B 質量分別是m跟m 乘鏡子10 某瞬間連接AB的細繩突然斷裂 A沿鞋面上升達某個位置 速度是V 然後V的話沿鞋面下滑 速度變成U 這個時候是斷掉了 則在此期間 彈力施以物體A的衝量大小多少 那我現在沿什麼呢 就是說我現在把系統釘在這個鞋面上 釘在這個鞋面上的話 這個系統的話 一開始的話 動量是等於速度等於0 好 那它這個 墨狀態的話 它所做的衝量多少 所做的衝量就等於系統 給它作用力 系統給它作用力的話 我現在只考慮鞋面上 就是說 在這個鞋面上方向的衝量 是等於彈力的T 減掉重力 我現在把系統釘在整個系統 等於大M跟小M上 這小M加上大M Z 那多少呢 這個 Sine Sita 這個如果是Sita的話 那我 把這個是重力 重力把它投影在沿斜面方向的分力 這個角度也是形 Mg 大M加小Mz 三形 在乘以頭上 這是總力 斜面方向的總力 有張力跟重力 Dt 時間從0到T 一開始 到達什麼呢 到達這個速度U 這個速度V的時間 這個是等於 等於系統的動量變化 系統一開始是靜止的 所以一開始沒有動量 後來動量 我現在定向上為正 向下為伏 沒動量是小M的V 減掉多少呢 因為它速度方向向 大M的U 這是沒動量 動量變化 坐了坐0 又會出動量等於0 現在 因為這一項是常數 所以我這一項可以把它投過來 就變成0到T TTT 這個上 上是 彈簧的張力 給小M的充量 這個點多少呢 把這項移過來 就是小M加上大M 這是Z 這個三系列 把DT加起來是T 再加小M的V 減掉大MU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Z三系列 T點多少 我們看 一開始 它是靜止的 經過T時間 這個T時間 就是這個T 經過T時間的話 它速度變成U 所以U等於多少 U是等於下方交換度 是Z三系列 它再乘以經過時間T 所以Z三系列 所以Z三系列 T實際上是U 這實際上是U 這實際上是U 那 大MU跟大MU 這小條 這小條一項 所以現在 小M可以充足 小M多少 U加V 也就是說 唐皇給小M的充量 是等於小M 乘以U加V 所以答案人應該選D 這一題答案應該選D